台8037线中横变道 也就是上古关道德基路段 发生了落实杂车事件 被杂车的是一台保全巡查车 当时要巡查路段的安全状况 结果车顶被落实杂重凹掉 保全当时就坐在车内 幸好是没有受伤 但也因为发生了落实杂车 因此中横变道下午4点半 明早7点的班次是去烧开放的